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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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黃金都比較保值一些,在比較動盪的時間 但是似乎金價在這幾排都有一個波動的走勢 還有一定的跌幅,究竟為什麼現在中東方面的問題 加上日本方面,其實理論上金價應該都可以受得住 似乎有些下跌的趨勢,Anthony為什麼呢? 主要是我們看它的金價之所以跌,其實大部分都是日本的散戶 它賣了些金去套現,它需要資金去重建他們的家園 但是這只是一個暫時性,因為我們看整個全球的趨勢 和其他國家,黃金仍然是一個很需要,一個需求相當大的一件事 而另一方面,目前未來這一年來,其實在中東和北非事件 我想都會搞一段時間 在這些情況下,其實黃金仍然是有一個避險的需求 而只不過在這段時間下跌,反而會造成一個投機的炒賣 就是有很多國際基金經理已經是趁這段時間,黃金下跌 已經是趁低級納的 其實會不會現在是時候對一些比較個別投資者來說 或者是否都是時候可能去吸納一些黃金? 是的,因為正所謂現在就是何處是落土 很多地方都不知道應該走去哪裏 沒錯 在投資方面 當然,其實目前來說,我們在未來會看到 比較多一些情緒性上的變化 就是投資者的情緒上的變化 而這些變化就會出現一些不明朗因素 而且在投資的情況,或者在價格方面 回落的話也會出現一個短期的拋售,短期的急納 而如果大家是想追求一些長年性或者穩定性的話 在未來這段時間,都會從黃金方面著手 沒錯,還有大家都要考慮一個因素 就是現在日本的情況是這麼嚴峻 再加上就是因為這樣,全球的經濟可能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不單止是亞洲或者日本,其實連大北美洲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現在很多分析家都在想,其實非常有可能 美國聯邦儲備局在今年年中6月30日 完結了第二輪的量化寬鬆之後 很大機會推出第三輪的量化寬鬆 第三輪的量化寬鬆 出現出來之後,大家可以預期到 究竟那個通脹會有多厲害 還有美元進一步再低一點 可能也會進一步一次的金價 可能在中長線都可以有一定的吸引力 大家要留意 除了金價之外,大家可以看看其他有沒有什麼資金的避難所 Anthony我知道,除了黃金之外 其實現在很多投資者都不知道應該將錢擺在哪裡 股票每天都下跌,譬如其他的匯市表現又是很波動 這些商品同樣都是非常波動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地方比較安全一點呢 除了創下帶之外 或者是大家被一的後院 其實就目前來說,資金避難數 都不外乎都是一些大家比較大路一點 譬如說是黃金 但是在過程中,大家要留意局勢的變化 譬如說是你什麼時候下跌的話 你可不可以有機會可以從中 可以減低你的投資成本 然後趁低吸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說到這裡,也差不多時間 結束今天的節目了 到明天早上時間 再在財經三樓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